什麼啊 剛剛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這樣 專家是真的聽的了 我還是全部都平全啦 這沒辦法解釋了 這已經超越 他剛剛其實已經講白話文了 在生物學裡面 在遺傳學這個領域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偉人 叫做孟德爾 孟德爾他就提出了 遺傳學的基本的兩個定律 就是第一個是分離率 第二個是獨立分配率 對 正確 好強喔 增加兩千 周宇傳 德布羅伊提出了物質波的理論 物質波的理論 物質波 就是每個物質 他運動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波這樣子 對或錯 對 正確 好 增加兩千 我想要 來 好 我想要的是 克普勒的三大行星運動典禮 克普勒 正確 好 增加兩千 鄭中學 拉瓦傑提出的質量守恆定律 然後他就是在講 反應前後質量不變 正確 質量不變定律 OK 增加兩千 來 體育同學 好 生物學家查格夫 有提出著名的查格夫法則 就是細胞的DNA會成 裡面的寒氮解析會呈現一定的比例 那也是助於後續的科學家 發現DNA是雙骨螺旋的一個 重要的概念這樣 正確 DNA的理論 正確 什麼啊 剛剛發什麼事 我都會這樣 其實他們的 他們的大概 剛剛所講的那一輪 兩輪來 那個已經超越那個 他們高中 其實正常 我認知的 已經超越了 那自己一說他們不正常囉 也不是 學霸 在學霸面前都是正常的 太厲害了 他等於是台版的藝能 對 我們要不要在這邊主持 沒有 因為只要我們兩個 通常都很喜歡講話 但我們剛剛這樣 大家不是這樣 到底他是吃水 很難聊天耶你們 對 剩下兩千 就算聽不懂也要點頭 好 不是 我怕觀眾聽不懂 聽不懂是很中骨的一件事情 王同學 那個發現了雙骨螺旋的 DNA雙骨螺旋結構的人有兩個 一個是華生 一個是克里克 然後其中克里克又在後來 提出了所謂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法則 他是在解釋了 從分子 就是 從DNA到RNA到蛋白質之間的這些關係 嗯 對 我說 正確 就剛剛那個DNA理論的延續 周宇凡 就是 在化學裡面 有兩個科學家 一個叫Woodward 一個叫Hoffman 他們提出了Woodman-Hoffman rule 就是解釋一個 一種有機反應的分子鬼域的排列 也這樣子 聽懂嗎 聽不懂 對我錯 正確 哇 專家是真的聽的了 我還是全部都平均了 要不要解釋一下 這沒辦法解釋了 這已經超越 他剛剛其實已經講白話文了 你知道什麼 什麼樣學科最難 就是你用白話文組起來 但是你個別猜看你看得懂 但是組合起來看不懂的 他們已經進入到這個領域了 了解了解 來 增加2000 王同學 好 我沒有像他們那麼高深的 我講一個簡單的 就是愛因斯坦相對論 對 對 當然正確 有 增加2000 錯完囉 我們還是比較好相處 對嗎